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190亿美元含债务收购了时代华纳有限电视,T-Mobile利用2011年ATT拙劣收购的60亿美元分手费,超越Sprint,成为美国第三大无线运营商。T-Mobile现在正试图变得更大,它正试图说服联邦法官批准与Sprint的合并。 上述图表上另一家市值涨幅超过1000%的公司是亚马逊,它利用其在零售业的主导地位,通过亚马逊Prime Video以及许多其他新业务进军媒体世界。 2019年1月6日,在美国加州比佛利山庄,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·贝索斯参加亚马逊Prime Video金球奖颁奖晚会。 在有些公司实现内部增长的同时,另一些公司则通过并购来实现增长。 康卡斯特从通用电器手中收购了NC Universe以及Dreamworks Animation & Sky,将这家有线电视运营商转变为一家主要的国际内容公司。 它的规模比10年前大了300%以上,迪士尼收购了漫威,卢卡斯影业和21世纪福克斯的大部分资产, 将自己从一家娱乐和主题公园公司打造成了首席执行官鲍博伊格尔·巴尔·巴尔·埃格领导下的媒体巨头,未能跟上步伐。 虽然自2010年1月1日以来,图表中所有公司的市值都实现了增长,部分原因是整体市场摆脱了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低迷, 但Sprint, ATT, Discovery, CenturyLink和Dish的市值增幅都不到100%, Sprint通过与T-Mobile达成合并协议支撑了市值,如果没有这笔交易,该公司市值可能会低得多。 ATT市值在这10年中增长了71%,这不禁令人感到惊叹, 因为它在2015年花费了670亿美元,代债务收购了Direct TV, 在2018年花费了850亿美元,收购了时代华纳,Time Warner, 这两笔收购支出加起来超过了1500亿美元,超过了ATT过去10年中1170亿美元的市值增长。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对冲基金埃利奥克管理公司Elliot Management今年早些时候入股ATT的理由, 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,以帮助其在未来10年表现更好。 2016年12月7日,ATT首席执行官兰德尔斯蒂芬森·Rendor Stevenson, 左和时代华纳董事长、兼首席执行官杰弗里·比克斯、Jeffrey Vicks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、 反垄断小组委员会、听证会上作证,Discovery市值增加了84%, 其规模扩大得益于2018年斥资146亿美元收购Scripps Networks Interactive, Discovery今天的市值只有160亿美元, 这表明其可能为收购Scripps支付了过高的价格。 随着消费者转向流媒体视频,Scripps的线性有线电视网络显得越来越过时, Dish在过去10年里始终试图将自己转变为一家无线公司, 但都以失败告终。 与此同时,该公司看到自己的卫星电视业务流失了大量客户, Dish还在等待美国法官维克多马雷罗·Victor Marrero 决定是否可以收购无线频谱, 并与T-Mobile共享网络托管协议, 作为Scripps试图与T-Mobile合并的条款, 尽管在2017年斥资340亿美元收购了Level 3 Communications, CenturyLink的市值增长却微乎其微, 这家电信提供商的业务在过去10年里举步维艰, 因为有线和无线公司已经进入, 成为用语音和宽带连接家庭和企业的竞争威胁。